來自家紀七華東的消息 國際蔡主席三共共地圓區年會 以及環保委員會接手公共藝食品流行觀景點內 今天在北京歐公空盛大町長 現場超過親人強行性期 市長安民會也親自告知 並向國際蔡主席總監張秀華町貴賓共同接手 並且競爭公共藝食品要觀景給家紀市政府 也希望祝由蔡主席的觀景再現駐路北京 北京歐曾經是孤主席的北京主席 但時代變成北京歐已經不再存在 在這幾天歐立志下到立無所經費 讓北京歐典現在民眾安靜 在為了人北京歐公園典現美景 有些篩主席三零地圓區 合照將成為的篩友 在北京歐領用庫地 進下將成為主席 並經過文化局公共藝食心者委員會同意 在北京歐來設立愛牆以及西亞雕像 兩大公共藝術 也希望祝由立志一起公共藝術的活用 讓北京歐可以成為民眾良好的效勳調授 今年我們透過向嘉義市政府申請 經過文化局的公共藝術審查委員會 通過這邊有一個獅子雕像 這邊有一個愛牆 獅子雕像總共有 目前有五座獅子 透過這樣子因為獅子 是一個最好的領導的才能的一個人物 愛牆是因為嘉義有很多新住民 外配 移工很多 我們上面有一百六十個國家的語言 我愛你 希望透過這樣子讓所有外地來 外國來的人 思鄉情仇之死可以來這邊 看看他自己國家的語言 希望獅子會這樣子的建設 能夠讓我們嘉義的市民 提供一個很好的休閒環境 在在信託的燈禮中 跟市長的民族也帶領 市務團隊操控政策 市長的民族表示 有很多民眾都叫他公共市長 但一條對的路一定要堅持到處 就是有堅持才可以定現百姓鵝 讓下次變得不一樣 今天真的是在天時地利人格 慢慢在演繹大家就知道 一條對的路或者對的事 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他才能夠變得更對 變得更好 如果沒有當初的堅持 大概這個公園就沒有了 可是我們很感動 有人願意在這堅持之下 我們最後開闢完成了 那好不容易開闢完成 更需要有更多人一起來護持著他 公園是尚以大家的 無論大小孩 無論好野山 我相信所有多元的社會裡面 大家都能夠來這裡享受 最美的公園 而且面對著環保 面對著我們現在地球 越來越可以說 越來越嚴重的狀況之下 整個環保的議題是大家所重視 另外6月21號熱環時 上海的觀察地點也在百姓鵝 跟市長的民族 以及國際三十歲三年台灣區 都希望東江市民朋友 可以擁有參加 超過這篇就要再兩百年 在東江也會基盤很多活動 歡迎民眾一定要來看這 精采的上帝金戒子 先想到民家的七彩虹不得 給我人生最閃耀的寶石 沒關係這也沒辦法 沒想到我辛苦的一生 竟然在你心裡 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很抱歉 我是一個貧窮的爸爸 治療西弦乾爺實在太貴了 加上晚期發現 錯失了治療的機會 所以 對不起 爸爸沒人牽著我的寶貝 走上紅毯的那一段 因此如今 我只能在天上注視著你 但相信 你一定會得到幸福 家醫師現在有免費名額 篩檢吸肝 並且全額補助治療 治癒於97% 爸爸 家醫師是肝癌發生率全國第一 死亡率全國第六 是西行肝炎的重災區 以前治療西行肝炎 它是需要施打干擾術 非常的痛苦 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西行肝炎現在有口服 無心藥副作用小 而且健保可以全額負擔 97%以上的人可以治療好 現在要請30歲以上 還沒有篩檢的好朋友們 趕快來參加 家醫師政府辦的 免費篩檢吸型肝炎 免費篩檢吸肝 吸手保護心肝 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